最離譜的地方就是當一些部門要打電話來去找這個叫subject 就是那位人士佩戴了這個手帶的人士 你根本說不出他的名字 還在那裡好像一些詐騙電話那樣 你叫做什麼名字啊 你是哪位啊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是不能原諒的 就是你們是很不專業的 還有你這樣做 跟詐騙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一個人怎樣去分別你們是一個詐騙電話 還是一個政府部門呢 我的手機程式有沒有配合到那個手帶啟動了 我想說 等一下 你是哪一個部門啊 政府資訊科技控制中心 就是為身處授權我們跟進手帶的部分 因為你媽媽現在是檢疫期 是呀 它就帶著手帶的 其實我們就是靠那個手帶連接手機 平時就可以知道它那個位置 是呀 因為上次你已經第二次來到 即是 activate 了 而且有海關的人都上來 是呀 它在幾天前已經做了這件事 而且它十三號的凌晨已經夠期了 是呀 哦 好呀 好呀 是呀 因為它剛才說的那個情況 那個畫面都似是 activate 了 但是呢 這是什麼概念呢 是呀 但是你們那個系統 不看到它是否 activate 了嗎 我們呢 因為那個名單就一早 印了出來給我們跟進了 所以 如果 我們就照著跟 如果真的有些不肯定 我們都會再找回 IT 那邊 他們真的會找到訊號的 哈哈 好呀 那這裡的情況就可以了 麻煩你 鄭先生 我想問多一句 就是說 那個 IT 部門他們其實那個系統 是不會說自動知道它已經開 它要刻意按進去看的 哦 但是就會定時定時這樣看 哦 但是他們又沒有通知你 原來已經做了第二次 而且上了來 有些人這樣咯 哦 因為海關呢 他們又有另外一個部門做 因為我們有很多個部門做 一齊 是呀 我媽媽已經收了四五次這些電話 還有有人上來 她又不出得來 那有一次手帶就不動啦 即是不work啦 那跟著第二次再打上來 又經過幾經辛苦就work了 那現在你打來呢 那就好在我媽媽就叫你打出來 那我媽媽剛才跟你聊電話的時候 那時候有沒有很緊張啊 或者是怎樣啊 因為她在房間裡面 我很開心啊 我還跟她聊 我說她很聰明啊 就是這麼大年紀 那我見她又講英文 又講廣東話 那就多聊了幾句 就知道她說以前怎樣怎樣 那聊得很開心啊 是呀 好啊好啊 那希望你們都是要那些 我想IT部門都是要跟你們溝通多些 因為其實每個部門都好像自己脫節了 大家都沒有聯絡過 不好意思啊 是呀 辛苦你們 不過真的 其實她這個案子都很奇怪 因為已經三四次 第一次不work 我們當然知道最要緊要弄它 但是原來那個手帶 在機場已經開始不work到 直到work 所以不知為什麼她老人家 又沒有給她一支錶 或者給她一個電話 那變成了回來呢 其實都曾經很複雜才啟動到那個手帶 是呀 你要反映一下啊 麻煩你 好啊 不好意思啊 我們浪費了你們很多時間 希望你們體諒 多謝 我們都會寫下 是呀 可能要換一換另外一隻手帶 如果不是 這隻好像 所以現在這隻手帶是什麼顏色的 有一個紅的在那裡的 就是好像醫院粗粗的那隻手帶 是呀 粉藍色的 是呀 沒錯 我們現在都有再出到 再新一點的手帶 希望可以好一點 是呀 多謝你們配合 多謝 好啊 祝你們身體健康 好啊 現在都行 多謝 謝謝 再問多一聲 你是叫什麼名字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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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之前有 是 幫你們處理過的 是啊 好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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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祝你健康 謝謝 拜拜 這次就輪到電訊科技資訊局了 又再一次打電話來找我媽媽 但是呢 跟她溝通之下呢 那麼 依然本來可以 還有一天就可以 復活了 真的復活之後呢 我媽可以自由活動的時候呢 都依然呢 就是她們不知道手帶 是不是已經啟動了的 那麼首先經過 就是由機場沒有啟動到 就是幾天之後呢 繼續打電話來啟動啦 大家都知道啦 然後呢 再派了海關上來 查一下 就是這位老人家 但是老人家又不可以出來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誤會 或者部門與部門之間 那麼這些部門與部門之間的誤會 或者是要保護香港人的感染程度 是應該你一進關口的時候做 今次就派了電訊科技資訊局的員工過來 打電話 Double check 那個手帶有沒有按 那麼她說 我說 我就問了 IT不知道的嗎 那麼原來IT都很通知他們 要刻意按進去的時候 那就是說原來每一個人 你的手帶是不知道她穿不穿的時候 那麼同一個 就是一個個案裡面呢 就給了人很大很大的困擾 而且不知道 就是我覺得就是 你如果用這隻手帶的話呢 你是根本要知道它是不是已經完了 還有什麼時候已經完了 就不需要騷擾別人啦 那麼在這個個案裡面呢 我想說只是說到部門與部門之間呢 失效的啦 其實不如這個系統裡面呢 扔掉它吧 然後這次就在身邊 製造了 那就是這個系統 然後再次從來